本期视频由房大师特约播出 加拿大最大华人找房买房平台 找房就上房大师 大家好 欢迎关注加拿大华人聚焦 每天了解加拿大多一点 本期视频由蒙特利尔地产经济杨阳 为我们解读1月份房市情况 2021年1月份房屋销售情况如何 如火如荼吧 市场非常火热 经济也都是在忙啊 原因有这么几点 第一呢市场房源比较少 然后呢 降价也都是比较一个中间的降价 那买家呢非常的多 大家都是在 有些人说是经济痛破膨胀 又把握不好股市的情况 所以呢比较好的 比较稳妥的呢 就是投入到房产 这个呢就是为什么 大家都去买房子的原因吧 我们看一下2021年1月份的 房地产数据吧 蒙特利尔岛上的独立屋中间指导价是65万 但在2020年的时候呢 是52万4600 这样呢是同期增长了24% 那如果说比2020年12月的话呢 61万530也是增长了6% 这是中间指导价 那成交量的话呢 成交量独立屋成交量是347套 那比2020年1月304套增长了14% 比2020年12月呢 却减少了25% 这个成交量的减少啊 主要是因为市场房源不多 那我们就看一下市场房源量 2021年1月份呢是1120套 那比2020年1月份1618套 是同比减少了31% 比2020年12月的话 是减少了6% 这个是独立屋啊 独立屋现在还是以刚需的客人 比较选独立屋的比较多 那还有呢 有一些很多还是市中心的客人 往市岛上其他的地区的独立屋来办 大家还是很关心的一个就是 康狗啊 蒙特利尔的公寓啊 因为近些年建了很多 所以很多人来投公寓 对于我作为一个经济来讲的话呢 可以看到前几个月 公寓的成交量和价格比较平稳啊 而且因为疫情原因很多 留学生啊或者是外国人啊 都已经搬走了 但是呢 从1月份来看 基本上开始回暖 那我们看一下数据 公寓的中间指导价是39万5千 比2020年1月的36万8千500 增长了7% 那比上个月的平均是40万 是减少了1% 就是还是有一些人愿意 以个比较适中的价格 把公寓卖出去 甚至他们不太敢持有公寓 宁愿持有townhouse 连牌或者是独立屋 公寓的成交量有750套 比去年的1月份658套 是增长了14% 成交量增长了14% 那比上个月的话 环比减少了12% 公寓的现有房源量呢 这个数字比较夸张 就是21年1月的现有房源量是4027套 比2020年1月时候的话呢 2599套增长了55% 这个就能看出来 大家还是愿意把公寓去拿出来卖 那这个时候呢 像我有几个投资人的话 他们也是说 OK我不愿意投大的房子 我宁愿投一点小的公寓 就是现在的公寓比较空 但是呢很快可能过一年啊 或者是半年市场还会回暖 蒙特利尔的经济 大家还是看好的 所以这也是有几个投资人 是在去选公寓的 那我们看公寓 刚才的市场现有房源量 比2020年12月的话 是减少了3% 那对蒙特利尔比较特别的 就是这个Plex 有一些客人或者是投资人 会比较喜欢投这个Plex 我们看一下2021年1月 Plex的中间指导价是71万 比2020年1月的话 65万3增长了9% 那比上个月72万5 是减少了2% 略微有所减少 那市场的成交量呢 2021年1月就是277套 比2020年1月的212套 增长了31% 所以这个还能看出来 就是说市场还是比较active 那大家还是在做积极的做投资 同样呢 这个Plex的成交量 比上个月 就是2020年12月的话 是减少了21% 那同时呢 市场现有房源量985套 比2020年1月915套 增长了8% 那比12月份的话 是减少了13% 1月份有什么记忆有新的成交案例吗 1月份有很多成交案例 第一个呢 是有一个投资人 他的预算有限 然后想做一个投资 所以呢 他比较看好市中心的公寓 我们就挑了一个性价比最高的 楼层大概11层楼 一室一厅 这个房子在 大概在37万 38万左右 市场上的平均价格 应该是39万 40万吧 我们38万拿到 还有一就是卖家市场 那我去年呢 例子的一个townhouse 新建townhouse 1500尺 地理位置呢 比较接近高速 但是比较好的一个小学校区附近 三个卧室 三个洗手间 一个室内车库 占地面积呢 大概3000尺 5000尺 这两个房子去年呢 因为我们一共有6套 就卖掉了4套 还有剩2套 那在市场上也是挂了 有一段时间 并没有出去 但是今年1月份呢 奥特利尔有这个宵禁 然后政府出台了一些 对这个疫情的措施 我们是一套一套房子 放在市场上 不仅卖出去 而且multi offer 放出去的头一天 就是大概 七八个visit 然后两个offer 然后同时我们就接了 那第二天 又把另外一个房子 放出来 Dried away 就是有更多的offer 然后也是高于市场价 大概高出3% 还有一个就是帮客人去抢房子 那我们蒙特利尔最有名的南岸 Borisard有一个duplex 我们这面的是小型投资物业 duplex叫价是58万9 最后应该是以86万成交 大概应该是33个offer 市场比较crazy 对 那除了这些呢 还有一个就是我现在 在的这个房子 是一个百万房子 我们list的第一天 15个visit 两个offer 现在2021年1月的疯狂房市 是不是你见过 有史以来最疯狂的 21年1月份的房地产 情况是非常的疯狂 应该是超过了2017年的时间的疯狂 因为怎么说呢 2017年的时候 很多人认为是因为海外买家比较多 但是现在呢 像我们看到很多multioffer的情况 中国人抢offer只是一小部分 很多都是当地人去来抢offer 对于这种疯狂 会担心未来房市回调 或政府干预吗 目前来说呢 海外买家税 我们并没有听到太多这方面的声音 2020年2021年的房地产增长 并不是因为海外买家来主导的 所以呢 从政府来讲 政策来讲 这面我们没有听到什么 政府会不会干涉这个房地产增长过快呢 目前来讲的话并没有 比如说像银行的利率 还是保持着一点 可能是一点五几一点六几 基本上这样的一个利率 基本上史上最低利率了 那很多人买房 因为是利率比较低 他们觉得我应该投个房子 但是呢 总体看来讲 在火热的市场另一面呢 的确有一些人 因为有几个月可能失业 没有办法去付出mortgage 在疫情期间 我听说是不允许银行拍卖房 但是呢 卖家可以去选择去卖房 所以这样呢 就也导致说 卖家卖房的价格低于市场价 同时呢 就会引起multi offer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关注加拿大华人聚焦 每天了解加拿大多一点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